中国历史上爆发过很多场战争,但要说到对近代版图影响最大的战争,就莫过于清朝与准嘎尔韩国之间的战争了。 历史上的准嘎尔韩国在其鼎盛时期领土面积层达400多万平方公里,一度占据了我国几乎整个西部地区。 而且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从康熙时代一直打到了乾隆中起,前后持续有70多年。 通过这场战争,清朝的领土达到了鼎盛,我国近代以来的版图也由此确立。 而要说起这场战争,我们就要从准嘎尔的起源说起,准嘎尔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的瓦剌。 我们之前聊明朝时就提到过,北原分裂为瓦剌和达达后,起先达达被朱蒂打残,瓦剌趁机崛起,一度统一整个蒙古草原,还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总, 但瓦剌的巅峰期很短,北京保卫战后,瓦剌陷入内乱,一带枭雄野仙在内乱中被杀。 见老对手摔落了,达达立即痛打落水狗,发动连续攻击。 瓦剌打不过只好放弃地盘,举足迁往天山北路,最后逐渐分化成了四个部落,即和朔特部,杜尔伯特部,土耳护特部,以及准嘎尔部。 明朝后期,准嘎尔是个连一万骑兵都凑不出的弱小部落,实力远不如河朔特部。 由于实力相对强大,加之部落首领又是成吉思汗之地和萨尔的直系后裔,有黄金家族血脉。 因而,很长一段时间,河朔特部首领都是四部联盟的老大,被其他势力称为魏拉特大汗。 插一句,历史上的瓦剌和魏拉特,其实指的是同一拨人,具体来说,明朝将这些人称作瓦剌,清朝称作魏拉特。 再说回来,以准嘎尔部早期的实力,想要崛起,无疑是天方夜谭,然而造化弄人,17世纪初,小兵器来了。 受气温下降的影响,天山草场不断退化,这导致位于四部最北端的杜尔伯特部活不下去了,只得外迁另谋出路。 一开始,杜尔伯特部打算沿俄尔齐斯河顺流北上,结果迎面撞上了向东扩张的沙俄。 杜尔伯特打不过沙俄,随即调转方向,欺负南边的杜尔伯特部。 在这场魏拉特联盟的内斗中,杜尔伯特落败,被迫再次举足西迁,跑到了福尔加河下游。 而挤走了杜尔伯特部的杜尔伯特部,下场也很悲催,估计是杀红了眼的缘故,南下没多久。 杜尔伯特部陷入内战,一场混战下来,杜尔伯特部分裂成了两只。 一只追随土尔伯特部,去到福尔加河流域放牧,另一只则加入了准嘎尔部。 这个结果让准嘎尔人也是一脸懵。 邻居打架自己本来只是看热闹的,没想到最后竟能摘桃子轻松吞并两大部落的地盘。 看着原本作为小弟的准嘎尔渐渐强大,荷术特部上下很不痛快。 如果荷术特部首领缺心眼,两家肯定又要发生火拼。 不过当时的荷术特部首领顾史函很有远见。 他认为,如果与准嘎尔内耗只会便宜了周围虎视眈眈的哈萨克和沙俄。 于是荷术特部便在顾史函的安排下,一部分留在了天山北路,一部分跟随顾史函南下攻入拉萨,击败了统治当地的藏巴韩,在青藏高原建立了新的荷术特韩国。 随着托尔沪特西迁,荷术特南迁,杜尔伯特主动投靠原先由魏拉特四部共享的天山以北, 厄尔齐斯河,厄碧河流域以南的广阔草原,最后只剩下了一家独大的准嘎尔部。 明朝崇祯七年,何多何沁成为准嘎尔部首领,称号巴托尔魂台籍,意为勇敢的富含。 巴托尔魂台籍很有能力,在他的统治下,准嘎尔部一面发展手工业,一面从沙俄购买先进火器,升级装备,实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后来等到他儿子即位时,准嘎尔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游牧部落,而是一个根基强大的国家,而他的这个儿子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嘎尔丹。 巴托尔魂台籍改造准嘎尔部时,作为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查哈尔部被后金灭了。 崇祯八年,黄太籍令多尔滚率军平定查哈尔部,一战统一漠南蒙古。 次年4月,携大圣之余威,黄太籍与沈阳登基称帝,并将国号由金国改为大清。 黄太籍登基期间,漠南蒙古的49位部落首领集体力临捧场,这些人共尊黄太籍为伯格达彻臣汗。 于是,自此之后,清朝皇帝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大清皇帝还是蒙古大汗。 得知漠南蒙古数典忘祖,竟然推举女真人做大汗,巴托尔魂台籍和顾史汗迫于压力,也派人向清朝表示了归顺之意。 不过,能自己割据一方做土皇帝,谁愿意给人做小弟呢? 所以,到了崇祯十三年,巴托尔魂台籍便召集了喀尔喀和魏拉特两大族群的五位大佬和44位封建领主,签署了喀尔喀魏拉特法典,约定内部团结,共遇外敌。 明朝时期,狭义的蒙古族特指达达并不包括瓦剌,即便野先当年统一漠北草原,俘虏了明英宗,达达人也不认可他的领袖地位。 不过,今时不同于往日,面对清朝在东面的威胁,以及沙俄在西面的渗透,喀尔喀的三位大汗也不得不与魏拉特签署协议,结成一个松散的政治军事联盟,寻求自保。 喀尔喀与魏拉特结盟之初,清朝忙于入关,没功夫干涉。 到了顺治三年,见清朝无暇北固,喀尔喀蒙古侧动漠南蒙古苏尼特部叛逃。 众所周知,清朝仅靠十几万八旗军是无法在中原立足的。 因此,有清一朝通过满蒙联姻,维系满洲与漠南蒙古的联盟关系,便一直都是清朝的生存根本,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阿喀留斯之种。 喀尔喀蒙古此时竟然感动清朝逆连,结果自然是挨揍。 不久后,多尔滚派多多率军北上,重创吐谢图汗和车臣汗联军,令喀尔喀蒙古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当然,碍于与南蒙战争的军事压力,这时候的多尔滚也无力对喀尔喀赶尽杀绝。 至于拆散喀尔喀魏拉特联盟,那就更不可能了。 不过,清朝运气很好,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 顺治十二年,扎萨克图汗部发生内战,吐谢图汗以调停为名,频频出兵抢掠扎萨克图汗部的人口和牲畜。 巴托尔魂台籍此时病死,而接替他位置的僧格偏偏是个愣头青。 僧格认为,吐谢图汗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背叛了喀尔喀·魏拉特法典所确立的内部团结共欲外敌宗旨的不耻行为。 为了教训吐谢图汗,僧格便出兵干涉,并且还以自己的名义策立上一任扎萨克图汗旺书克的弟弟成滚为新任大汗。 很明显,僧格的所作所为与吐谢图汗没什么区别,清朝那边得知蒙古人内斗立即开始分化拉拢。 吐谢图汗与车臣汗认为,清朝不计前嫌,包容性强,是个靠得住的大哥,于是自此开始倒向清朝。 新任扎萨克图汗,由于是僧格策立的,所以扎萨克图汗部更亲近准嘎尔,而这样一来,原本就组织松散的喀尔喀·魏拉特联盟顿时分裂。 巴图尔魂台籍当年苦心营造的和平氛围,被自己的儿子和吐谢图汗破坏得荡然无存。 康熙九年,僧格在准嘎尔贵族的内讧中被毒杀。 次年,见准嘎尔内斗不止,僧格的弟弟当时在西藏留学的嘎尔丹回到准嘎尔部,击败朱迪,成为准嘎尔的新任大汗。 由此,准嘎尔也进入了嘎尔丹掌权的时代,嘎尔丹的能力明显要强于僧格,比起他们的父亲巴图尔魂台籍,嘎尔丹也要强出一个档次。 不夸张地说,如果僧格不死,继续掌权,准嘎尔顶多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游牧部落而已。 但当嘎尔丹上台后,实行准嘎尔版的郡县制改革,规定韩国最高权力属于韩庭。 韩庭以下设立若干单位,分别交由各级官员管理,原本松散的准嘎尔部迅速进化为了一个游牧帝国。 国家实力强大了,嘎尔丹自然要开始扩张。 康熙16年,嘎尔丹对乌鲁木齐发动突然袭击,吞并了留在天山北路的荷硕特部。 此后三年,嘎尔丹又连续发动扩张。 他先是出兵占领哈密,降服了图鲁藩韩国,后又以武力迫使雄距南疆的伊尔枪韩国臣服。 原本嘎尔丹还想出兵西藏,兼并整个荷硕特韩国,控制青藏高原。 但由于路途遥远,最后被迫放弃计划。 不过即便如此,这时的准嘎尔韩国的地盘也不小了。 将域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常备骑兵5万,且火器装备率超过50%。 这种体量和军力当然比不了清朝,但放在中亚绝对是巨无霸的存在。 嘎尔丹频频发动扩张战争时,三番之乱还没有结束。 之后几年,康熙皇帝又将注意力放在收复台湾上。 由于康熙一直很忙,所以嘎尔丹此前到处整活,屡屡欺负弱小,清朝都没有干涉。 康熙25年,乘滚病死,他的儿子沙拉接班,成为新一任扎萨克图汗。 沙拉接班后,继续奉行乘滚的政策,结盟转戈尔。 吐谢图汗对此很生气,便发兵一万,主动攻击扎萨克图汗部。 康熙26年,沙拉在战争中被杀。 当时,嘎尔丹的弟弟也在扎萨克图汗军中,被吐谢图汗顺便干掉了。 之后,吐谢图汗得寸进尺,继续向西,意图与准嘎尔开战。 得知吐谢图汗竟然主动上门找事,嘎尔丹勃然大怒。 老子现在兵强马壮,不主动找你算旧账就不错了,你还敢来寻死? 随后不久,嘎尔丹便以吐谢图汗杀其地为由,发布动员令,决定东征卡尔卡。 当年9月,嘎尔丹打算出兵报复的情报被吐谢图汗获悉。 吐谢图汗知道自己打不过,急忙前使到北京,请康熙出兵救援。 在吐谢图汗看来,他是清朝的小弟,康熙不会坐视不理。 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大问题,这时候的康熙依旧很忙,根本没工夫处理其他事情。 康熙忙什么呢?忙着对付沙俄。 康熙26年正月,虽然清军用武力将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驱逐到尼泊楚, 但沙俄的远东都督并不甘心失败,一直谋划着再次发动侵略。 沙俄方面调兵遣将的同时,还派人联系嘎尔丹,并与嘎尔丹定下联手夹击清朝的计划。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沙俄在北,准嘎尔在西。 如果他们联手对清朝发动前行攻势,届时清军必然是首尾不能相顾。 其实康熙一直都有计划,打算先解决沙俄,确保其中立态度后,再专心对付准嘎尔。 但不料吐谢吐寒坑己又坑人,自认为是清朝小弟擅自出兵招惹嘎尔丹,导致战争提前爆发了。 收到求援信后,康熙很无语,只得一面回信给吐谢吐寒,让他想办法联合喀尔喀各部顶住嘎尔丹报复。 一面则任命索俄图为全权代表,率领使团前往色冷格与沙俄进行谈判。 康熙27年5月,索俄图率领使团北上,嘎尔丹得知消息,担心一旦沙俄因谈判而中立,自己就只能单挑清朝了。 于是他便抢在清朝使团抵达谈判地点之前,率先发起对吐谢吐寒的进攻。 这一年的6月,嘎尔丹率三万惊奇越过杭爱山,以闪电战术首先击溃吐谢吐寒部。 随后嘎尔丹又继续向东,击溃了车臣寒部。 在横扫吐谢吐寒部和车臣寒部的同时,准嘎尔军还偷袭了原先的盟友扎萨克吐寒部。 至此,整个喀尔丹蒙古都遭到了嘎尔丹的暴击。 各部被打的是群龙无首,民众被迫纷纷抛弃家当,轻装逃往喀清边界,寻求清朝庇护。 准嘎尔军狂飙东进时,索俄图率领的谈判团正途经喀尔丹地界北上,目睹了喀尔丹人挨揍的惨状。 时局不晚,出于安全考虑,索俄图立即下令撤退,先回北京再说。 不久后,康熙也得到消息,他是万万没有想到,拥兵数万的喀尔丹三部竟然这么不惊打,短短两个月时间就让嘎尔丹收拾得明明白白, 而自己这边又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无奈之下,康熙只好示弱于人,派人与嘎尔丹谈判,表示吐谢吐寒有错在先, 朕已经要求西藏的武士达赖派遣一位高僧前来主持会盟,届时让吐谢吐寒在大会上承认错误,该怎么处罚他,由朕和武士达赖共同决定,会盟之后你就退兵吧。 站在清朝的角度看,康熙的姿态摆得极低,已经很有诚意了,但在嘎尔丹看来,卡尔喀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随时都可以吞并, 可康熙竟然还妄想以一纸空门让自己退兵,这完全没有诚意吗? 由于双方的预期差异太大,这场谈判最终不了了之,既然讲道理行不通,那只有硬着头皮打了。 恰在此时,卡尔丹的侄子侧望阿拉布坦率5000步众造反,卡尔丹文迅亲自率2000人返回准卡尔平乱,结果被击败。 此后数月,侧望阿拉布坦拒伯尔塔拉和一带自首,卡尔丹始终无法将其消灭,而因为这个小插曲,卡尔丹的东征计划被迫暂停。 康熙则利用这个机遇先出兵帮助吐谢吐寒布和车臣寒布收复地袍, 随后又令索俄图再次北上尼布楚,最终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当时为了给征讨卡尔丹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康熙在尼布楚谈判中做了很大让步,承认了沙俄对尼布楚地区的占领。 当然,沙俄也有让步,那就是承诺不再帮助卡尔丹。 后来由于沙俄要集中力量与奥斯曼帝国争夺黑海出海口,并不想和清朝发生战争。 因此沙俄方面也就选择了对卡尔丹袖手旁观。 暂时稳住了沙俄后,康熙松了一口气,卡尔丹则陷入被动。 此时的他也顾不上剿灭策望阿拉布坦了,只得匆匆开始第二次东征。 在嘎尔丹看来,东面的卡尔卡诸布不堪一击,其背后的大清也一定是外强中干。 自己若是能一同蒙古草原,完全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届时亦能成为草原霸主。 嘎尔丹离开后,策望阿拉布坦迅速控制了天山北路准嘎尔布的基本领地, 将其排挤在科布多及其以东地区。 康熙得知情报,立即派遣使者抵达伊犁,与策望阿拉布坦签订协议, 夹击嘎尔丹。 自此开始,嘎尔丹失去后援,只能依靠小半个准嘎尔韩国和小半个卡尔卡与控制中原, 拥有上亿人口的清朝血战。 康熙29年年初,孤注一掷的嘎尔丹率军再次打穿卡尔卡蒙古, 冰封直指呼伦贝尔草原。 4月底,康熙得到消息,陆续派出两支先头部队北上。 先头部队出发后,康熙又组建了两支主力兵团, 一支以巴齐军为主,集结于北京, 一支以科尔沁蒙古骑兵为主,集结于科尔沁。 大体来看,康熙当时的计划是以静制动, 让先头部队设法拖住嘎尔丹, 然后两支主力兵团寻机包抄,解决问题。 但不想清军先头部队遭遇嘎尔丹后, 由于主将阿拉尼违命轻战, 结果在乌尔会合之战中被打得全军覆没。 随后, 嘎尔丹率两万人乘胜南下, 打算效仿他的老祖宗野仙去北京城下逛一逛, 收到消息朝野哗然, 京城内外的商铺大多关门停业, 米家也因人心不稳而长治三两。 对此, 康熙很不满, 嘎尔丹有家回不去, 现在都只剩下半条命了, 竟然还能有如此威胁。 为了稳定人心, 康熙力排众议宣布亲征, 并调兵遣将决定一战消灭嘎尔丹。 7月, 康熙命皇兄和硕亲王福权为福远大将军, 皇长子印之为副将, 率兵三万为左路军出吴北口, 又命皇帝和硕公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 捡亲王雅部, 信郡王鄂札为副将, 率兵两万为右路军出喜风口。 康熙此时的战略仍然是以静制动, 希望用左路军拖住嘎尔丹, 右路军夹击, 避其功于一翼。 8月, 福权率军与嘎尔丹在乌兰布通遭遇, 乌兰布通之战打响。 乌兰布通是一座小山, 山的南面地势陡峭, 北面相对平缓, 地表是西疏的树林, 西北侧山脚下是一条河流。 开战之前, 嘎尔丹将自己的两万军队, 部署于西北侧山腰的树林种, 由于受地形限制, 全军无法展开, 因而准嘎尔丹便主动结成驼城, 所谓驼城就是将骆驼附体卧地, 背负乡舵, 蒙以施瞻, 以骆驼充当掩体, 然后依托乡舵构建火枪火炮阵地。 福权看到驼城后, 选择在河对岸列阵, 他的应对战术很传统, 即以重甲步兵和火器兵为中央集团, 先用火枪火炮压制准嘎尔军, 然后再以重甲步兵推盾车前进, 吸引准嘎尔军火力。 当准嘎尔军被正面攻击吸引时, 最后再出动骑兵, 冲击准嘎尔军的侧翼。 这种传统战术经受了战场考验, 效果倒是不差, 但由于准嘎尔军是居高临下之势, 清军在进攻期间不得不养攻, 因而战斗打响后, 清军损失巨大, 包括内大臣佟国刚在内的近万人阵亡, 不过清军的红衣大炮很厉害, 在大炮的连番轰击下, 准嘎尔军的损失也很惨重, 死伤过万。 双方战志入夜后, 准嘎尔军弹药告庆, 嘎尔丹判断清军还有后援, 时间拖久了, 必然被包饺子, 便下令撤退。 与此同时, 为了麻痹清军, 嘎尔丹还派使者向福泉假意求和, 福泉不傻, 他倒没有轻信嘎尔丹的鬼话, 但他也没有权力追击, 因为部队在白天的损失太大, 无力劫机, 此时的福泉也只能指望右路军或圣经方向的援军赶到后, 再翻脸夹击。 然而, 常宁率领的右路军和圣经援军都未能按期抵达战场, 就这样, 嘎尔丹在清军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战后康熙大发雷霆, 他认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自己一方, 本可一战全监嘎尔丹, 结果却放跑了, 由此, 包括福泉常宁在内的一众将领都遭到了处分,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 放跑嘎尔丹, 怨不得前线清军, 只能说康熙制定的计划看似精致, 实则可操作性不足。 嘎尔丹率军逃跑后, 准军在回撤的路上遇到瘟疫残存的万余人又损失了好几千, 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趁着嘎尔丹的主力不在, 策望阿拉布坦引兵偷袭科布多, 把嘎尔丹存储在科布多的粮食和物资洗劫一空, 嘎尔丹第二次东正压根没缴获什么战利品, 现在家又被偷了, 他等于直接破产了, 将嘎尔丹穷困潦倒, 暂时无力折腾, 康熙在多轮举行会盟, 将喀尔丹蒙古划分为36个旗, 这个事件标志着外蒙古正式纳入清朝版图, 康熙34年吹了五年西北风的嘎尔丹坐不住了, 他一面派人去沙俄活动, 希望获取军事支持, 一面煽动内蒙古科尔沁等部作乱, 并不断派兵骚扰清朝边地安宁, 针对嘎尔丹的频频骚扰, 康熙起初试图以政治加经济封锁的方式解决, 也就是警告沙俄不许支持嘎尔丹, 同时从四面八方封堵科布多逼迫嘎尔丹投降, 科布多那个地方本就贫瘠, 先前被策望阿拉布坦洗劫一空后, 嘎尔丹穷得一度连部队的温饱问题都无力解决, 但康熙没料到嘎尔丹是个狠人, 穷途末路之下竟然还能发动垂死一战, 这一年的五月, 嘎尔丹率三万骑兵向东进犯至巴掩乌兰一带, 再次将卡尔卡搅得稀巴烂, 次年正月, 康熙得知消息后, 决定亲自率军深入到大漠深处与嘎尔丹决战, 这一战史称昭莫多之战, 清军这一次兵分三路, 总计八万人全部是骑兵, 每名士兵配四匹马, 另有三万人运送物资, 浩浩荡荡杂向巴掩乌兰, 与此同时, 康熙还派人通知策望阿拉布坦, 说大清准备剿灭嘎尔丹, 你那边看准时机, 切断嘎尔丹的退路, 清军出动后, 嘎尔丹起初盲目自信, 说康熙不在中国安居易乐, 过此无水汉海之地, 宁能飞渡乎, 等到清军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 他又惊呼, 清兵从天而降野, 由于嘎尔丹准备不足, 准军无力应战, 只得仓皇向西逃跑, 康熙闻讯下令追击, 追击的同时, 康熙让索额图给沙额带话, 不准收留嘎尔丹, 否则就兵戎相见, 5月13日, 准军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下, 兵败昭莫多, 嘎尔丹紧率数计逃脱, 战后, 康熙下令对嘎尔丹穷追猛打, 就像当年皇太极追杀林丹寒一样, 无论逃到多远, 清军都要追杀到底, 8月, 嘎尔丹穷途末路, 最后服毒自尽, 嘎尔丹死后, 策望阿拉布坦, 正式成为准嘎尔大汗, 准嘎尔故地, 尽归其所有。